有些人抱着不信邪的态度 试试看到底恶魔或是鬼魂是不是真的 而另外一些人想单纯体验刺激感而忘了蝶仙 但是你能保证请出来的都是无害的吗 今天要来看千五名最恐怖的蝶仙影片 小心不情自来 第五名Zozo恶魔 这影片一开始可以看到两个人在玩蝶仙 而另外一个人记录 蝶仙开始动后他们开始问我们名字 然后拼出了Z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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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问出名字叫Zozo 然后他们就笑了 但是其中一名女性感觉像是被附身一般狂笑 抽筋 恶魔可以玩蝶仙起出来的恶灵 如果你不幸请到了Zozo 他即将跟着你一辈子 OK Is your name ZOZO? ZOZO? Z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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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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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名 被惡魔攻擊的男人 这影片是由一个频道叫 Sing Jackson上传到YouTube的影片 一开始是有一位男人自我介绍 和介绍他的同事Stacy 然后说他们今晚要做一些恐怖的事情 之后另外一个女的到了之后 带了一个纸板 然后他们将提线字母化在上面 影片当中他们看起来现在玩闹 并且还写错字 之后他们就围成一圈 是用小杯子问迭些名字 杯子移动速度缓慢的拼出了SUSQ 下一个问题又问你是好灵魂吗 杯子走到YES 他们又问你想要什么 杯子拼出DANNY 之后又拼出了KILL 全部的人手离开了杯子 但是杯子却自己快速的移动 直到翻了 我还没有触摸你的眼睛 Fuck Fuck 第三名被附身的女孩 这影片算是网路上很红的蝶线影片 里面有三或四个女孩在黑暗中一起玩蝶线 他们看起来不知道是自己在动杯子 还是其实是被鬼移动的 但是没多久之后 一位身穿白衣的女孩子突然呼吸急促 甚至亲吻吼叫 他看着他后面的女子抓了他的手 然后一直吼叫 其他人在询问他怎么了的时候 他嘴角开始流血 之后他缓而下来之后 影片就在他哭泣中结束 Un are you cut my feelings gost возмож would you来 için 你觉得痾傭 痾傭 痾韯 痾 痾戳 痾 痾ат 你个死 痾 痾 毫 痾 How do you live in the next season? Bethar? Bethar? Oh my god! Bethar? Shit! 第二名Patricia Cripps 这部影片是一个像是在墨西哥的地方的新闻报道 影片播出一位18岁女孩像是众贤般的癫痫发作 就在不久前他玩点线的手机程式 然后就开始抽动 还不断的用低层扭曲的声音在嘴里喊666 在影片里你可以看到他被急救人员押注时 可以听到他在喊66666和让我走 很多人相信发现这事情有可能是精神问题 像是癫痫或是精神不稳定 而使用这类的招魂游戏必须三十而后行 让我闭上我的头 並且警告他們即將被詛咒 之後女孩們似乎開始緊張了起來 其中一個女孩說看到一個女人站在後面 其他人嚇到跳起來 疊心的盤子自己動了起來之後 水汁旁邊的書桌也開始移動 風из行不行 怎麼會不動 怎麼有發生在子裡 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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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在著 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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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colonial 有 有 有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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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這些恐怖的影片 大家還是盡量不要碰那些會接觸到靈節的東西 如果覺得這影片很恐怖的可以給我一個大拇指 想要持續追蹤可以按訂閱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品牌念 掰掰 在黑暗中的陰影 在黑暗中的陰影